为了让弱势民众也可以过个温馨的好年 七堵区六堵戴天府 特地举办东令救济活动 制政包括白米等生活物资 记住弱势家户和民众 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也响应这项爱心活动 捐赠100斤的白米 六堵里的戴天府 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庙方 举办一年一度的寒冬祀丸 秀玉今天也特别来到 我们要往这边宣布宣布 来这个共享盛举 那谢谢我们 这是我们的主委 那谢谢主委 因为每年我们戴天府都会办 这个就是寒冬送晚 来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那感恩女孩 非常感谢我们的副议长 我们修议副议长 每一年都专程来跟我们一起共享盛举 发挥爱心 捐赠我们寒冬送晚的物资 在这边先代表我们戴天府 感谢副议长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好朋友 接到我们公民救济这一份物资 让我们这些边缘户 能够在冬天 在过年有一个小小的温暖 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能够借助我们副议长 这个抛转营营大家一起来 发挥我们的爱心 让我们的一些边缘户能够更温暖 更幸福更健康 在这边也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 尤其我们过年大连初一开庙门 在我们的正月初五 我们的早上11点半 我们会有一个银财神的仪式 也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 期望我们的新的一年 大家都平安顺遂 健康快乐发大财 而市议员曾一芳也特地到现场发送 特制喜气洋洋的金融年春联 关心弱势民众 也感谢六赌带天赋的爱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报导